你們也想說法官的問題 英國籍的法官辭任 不知道為什麼 不要那麼愚蠢 藍營的人很開心 黃營的人也是很開心 黃營的人很開心 首先解釋黃營的人很開心 黃營的人很開心 因為英國終於出手工作了 BNO祖國終於出手了 香港國安法是不成功的 這是黃營的看法 藍營的看法就是 終於趕走這些英國法官 搞爛香港法治 放生黑暴 其實那兩個人辭職的那兩個人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都沒有在香港審過個案 沒有在香港審過個案 很久都沒有了 他辭職就辭職 說真的 工作在香港 是不是 辭職 你看一下國家的立場是怎麼說的 國家是有一個立場 其實有些人 因為我的看法就是 他們不斷說一些是他們自己的立場 他們不理國家有什麼立場 國家有什麼說法 他們不知道 也不說 也不說 也說了給自己的受眾 自己才是代表國家 國家真正的立場 有一部分人是 他們是為了什麼去做 是收割一些人低致 還是怎樣 我就不想再多加評論 這件事情 其實英國方面 他們當然出來說 他說國安法 搞到這些 法官要辭職 但是國安法 不是這兩天才有的 國安法其實是 都是一段頗長的時間 大家要明白 就是官方的立場在哪裡 官方的立場就是 英方拿所謂 在香港終審法院 撤回在職英席法官為由 搞政治操弄 對香港國安法指手畫腳 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中方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這就是國家官方的立場 這就是中國駐英國使館發言人說的 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 香港社會重回安定 法治正義得以伸張 香港司法獨立 依法得到有效保證 廣大香港民眾的各項合法權利和自由 得到切實保障 中方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地的決心堅定不移 也說了一件事 香港早已回歸中國 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 中國政府治理香港 依據的是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絕對不是中英聯合聲明 國家強烈敦促英國方面尊重中國的主權 停止以任何方式禍亂香港 干涉中國內政 這就是官方的立場 官方的立場沒有為這件事叫好的 香港有些人為何會叫好呢 我告訴大家 其實就是之前我們都說了 有些人令到整個藍營 都是以罵法官為樂的 我們說了這個制度 狂鬧他們是傻的 你要保護這個制度 你不能夠狂鬧法官 狂鬧法官是保護不了這個制度 你同樣影響法官本身的安全性和權威 你不停地罵他們 每個人都不相信法官 不只是罵法官 最壞的就是有些人都開了名字 開了聲明 起底下最賤格就是那種 其實這樣是直接影響法官的人身安全 你這樣搞法 就是之前這樣搞 經常就說 你判得不夠重 明明已經很重 我還說人家判得不夠重 那些什麼判得不夠重 不是你決定 是法官決定 那些盲目就是這樣 被有一幫政棍帶著亂鬧一通 令到社會放棄 變得不相信香港的法治制度 香港法治制度是香港的根基 你弄爛它幹什麼 你這幫人還說自己愛國愛港 不是吧 其實我也要說 他們不只是台洋說那件事 他們對於不滿意的判決 他們是狂鬧的 狂鬧的 明明是有法可依 你不滿意的判決 就是常訴 對不對 你弄一隻大隻的冤字 然後就狂鬧法官偏頗 有什麼意義 我們說回事實出來 我們就要被人罵 我們說你們是黃的 這樣 他們很厲害 他們成了一輩子 我告訴大家 所以現在香港難搞就是這樣 有一幫蠢人 就不斷被他們帶著 他們其實永遠都是吸納社會上最蠢的人 香港 有一幫聰明的人 當然是會黏著他們賺錢 因為有智慧不如成勢 香港人其實就是 崇尚這件事 有智慧不如成勢 Toracef就說 英國人也是借勢搞香港 你看外交部的聲明就知道 其實我也很坦白說 你是明知道別人搞你的時候 你應對就要聰明一點 就不是在拍爛手掌 沒有守衛的 我們就行了 其實為什麼英國人會用這一招呢 我也要說 其實英國人他們覺得 我自己從英國人的角度去看 他們覺得 中英聯合聲明這件事 是令到英方有責任 看著香港社會的走向 而去發聲的 這是英國人他們的觀點 中國的觀點當然是 老實實 這件事已經不關你的事了 現在要根據中國憲法和 基本法和香港正在用的法律去治港 就不關你英國的事了 但是這件事都要看清楚 事實就是 香港某程度上回歸之後 為什麼會還有這些東西留在這裡呢 譬如中審法院會有非常任的外籍法官 為什麼會有這些東西呢 其實這個呢 就是要告訴 行普通法或者行海洋法的地方 香港的法律框架沒有變過 其實就是這樣 還有呢 就是BNO祖國對香港的法律框架 還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這件事其實就是做生意來說 是必須的 某程度上 有些人就說 這就不用什麼了 不是好像新加坡 不是吧 新加坡也沒有海外法官了 那個情況呢 香港和新加坡是不一樣的 就是有很多人說 新加坡怎樣怎樣怎樣 香港就跟著就行了 你學不到新加坡的 新加坡它有美國駐軍的 不是那樣東西來的 香港其實是 香港沒有外國駐軍的 是不是 不可能呢 就是香港這個埠 其實當然是中國人的地方 第一件事 一定要堅持一件事 這個是原則性的問題 中國人的地方 但是行的規矩 是中國和西方都接受得到的制度 這套 香港就可以繼續做國際金融中心 其實就是這樣的 但是 就是這樣說 要做這件事 路上就有些灰色地帶 支持西方的人士 就不可以搞得太過份 到搞港獨那些 其實就是 好了 還有就是你 愛國愛港的人士 也都要理解 這個窗口的獨特性 究竟怎樣才可以令到這個窗口 為國家發揮一個作用呢 你愛國愛港的人 其實要有一個赤道 要捉住 就不是說 好像現在 香港有一幫引號 愛國愛港的人 長期在那裡說 要學內地 有些事情你都學不到 你就在那裡說 你自己人工學內地先好不好 就是你們那幫正棍 你學內地好嗎 好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交稅學內地好嗎 你們那幫商界人士 你們那幫商界人士 在香港交很多稅嗎 在內地 你如果有做生意 你就會知道 有很多事情都是要 給稅是要先交定的 有大量的稅是要先交定的 你是不是要學內地呢 所以很有趣 香港現在重建的人 其實是幫不了香港的 不是為香港好 亦都不是為國家好 他們的操作是 是很過分 英雄李就說 香港有解放軍駐軍 這是主權的體驗 這是鄧小平說的 當時有人出來說 香港不會有解放軍駐軍 那個人馬上被人操作冬菇 那是回歸之前的事 他操作冬菇之後 基本上沒有出來再說過 那個人是沒有人記得他 這是原則的問題 有一個原則性的問題 好了 香港的文HK就說 民主太早執行 是必定出問題的 其實民主就是要這樣的 你要文字提升到一個水平 你沒理由 一個社會的人 寧願信謠言陰謀論 即是佔了社會上 至少兩三成的人 現在你看到的情況 即是信謠謠論 信謠言 即是香港這個社會 佔了社會兩三成的人 即是香港這個社會 你行一人一票的選舉 就沒有用 就告訴大家 是會出事的 其實是會出事的 所以 即是你看到香港這個情況 你就會知道 泛民之前搞的那些 一人一票雙普選 在香港做是死定的 幸好就爭取不到 好了 香港人們也有說 基本上 在社會 人民需要教育 需要智慧知識 你看印度 英國退出的時候 全面民主 現在印度有多民主 民生有進步 沒有進步的 老實說 不是說一人一票 社會就會進步 不是這樣的 你說印度有沒有進步 印度有進步 但是印度到現在 進步得最好的地方 就是行社會主義的地方 就是 粗錢的看法 就是印度共產黨 有得掌握的地方 他們的貧富 就比較少 整體的社會 就有進步 那麼 印度其他地方 如果是他們現在的 BJP 就是萬夫莫迪掌握的地方 上了場 就不斷倒退 怎麼倒退法 就是倒退信原始宗教 嚴格來說 信教不是問題 我也要說 但是你不能夠 信哪個宗教 作為施政的方針 施政方針 你不能夠完全傾斜 信某一個宗教的人 不行 一個地方你是要公道 那麼 印度就不太妥了 就是這樣 骨理屁股 就學內地的政運 用這種方式做事 在內地早被人燉冬菇 當然 所以難搞到不得了就是這樣 那麼 Connie Chan 說 九七回歸前 香港用拍賣地皮為主 所得收益割分一半 當時英國已經帶走很多資金 所以劉家起飛是主因 其實 英國當然 在香港賺很多錢 但是你說 是不是真的把香港的儲備拿走了 又沒有的 其實這個都要公道一點去說 這個都要公道一點去說 有些人就傳一件事 就說 香港的儲備是假的 那些藍營的人 其實傳了很久 那時候他們不是叫自己做藍營 他們叫自己做愛國陣營 傳就是說 那時候英國人走的時候 把錢都帶走了 香港的儲備是零的 那這個是不是事實呢 如果是事實 就拿出來 就說就可以了 不用你們在那裡傳 這些東西 其實說到底 你還是要有事實根據 才說比較好一些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那 Policef就說 我相信中央一定會在2037年 會落實行政長官普選 2047年落實立法會普選 以完成基本法的任務 如果要這樣的話 整體社會的人 那個水平要高一點 如果香港 都是 去到2037年 都是這麼多政棍當道的話 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落實這些普選 我跟大家說 為什麼 智慧是這麼重要呢 你想想也知道 明明政府 就用事實說話 一早已經說了給大家聽 這個Omicron BA.2 就是現在在香港 流行的病毒株 竟然有人可以 出一個謠言出來 林鄭月娥 明天放寬 那個航班 就會令到 Omicron BA.2 在香港流行 這個謠言 信的人是非常非常多 很多 很多人在Facebook 又說 在WhatsApp 又說 在WeChat 說完又說 說完又再說 我們不斷說給大家聽 不是的 葵聰邨那裡 那位婦人 在旁邊酒店 那裡 已經是Omicron BA.2 有人還說我們 說謊 盲撐特區政府 這樣說事實就是盲撐 Toracev 就說 兩解被目錄 說明港英要做土地基金做儲備 1997年 一千億土地基金 我就是說 Toracev 現在有些人傳的謠言 是激起了某些人 愛國的心 但是 你用一個謠言去教別人愛國 其實是不可以的 因為謠言始終也被人揭破 一定要說事實 實事求是 什麼叫實事求是 是啊 唉 所以 有些事情 我看法是很生氣的 那 Cord Wayne L 就說 鄧菲如果在大陸 叫安排學生條 他們行政 增加工作 就不做 那其實 是不行的 在內地就下了崗 你說得對 Cord Wayne L 如果真的黨員身份 在內地做這樣的事情 當時 党籍都沒有賣 分分鐘 Cord Wayne L 就是香港文字未開 所以 中央為普選把關 是絕對需要的 是要的 Y808Y 應該英國做工程賺錢 帶回英國 其實他們的工程也不是賺得很厲害 我也要說 現在找一些資料 當時有人說 英國建立很多玫瑰園計劃的基建 是他們有份的 但是 在香港下手下腳建的 其實主要是日本財團 日本人教的 主要是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父親 最盲撐特區政府的 不是中央嗎 其實他們 藍營那種論述 荒謬的地方就是這樣 他不斷把特區政府 和中央政府的關係 是割裂的 其實是 他們這種論述 其實是 擦邊球 已經擦到很危險 他們自己也有危險 其實這種論述 因為他們 我的看法就是 沒有想過他們的論述 是會有什麼後果 還有他們純粹是 從一個政治鬥爭的角度去看的 尤其是在 這一次 有 中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辭職 因為英國政府的出聲 就說支持 那麼就指責 香港國安法侵犯人權 其實藍營他們那幫人 他們不會想十幾步 他們 他們說是英國佬最壞 他們不會的 他們說可以找印度和南非法官 一樣 就是這樣說 就是這樣說 香港 在法律界有些地位的人 都只是這樣說 找星馬的法官來做 都沒有人敢說 這個 印度和南非 講印度和南非 那些就是 正棍 中的正棍 那些是藍營正棍 那些是 藍營正棍 那些是 他們有些人是專門這樣搞的 有些人就真的相信 南非真的行 印度真的行 印度真的行 印度可以的嗎 真的 傻到不得了 這些人真的是瘋 很差勁 那些是 尤其 治療 又說 香港大部分人連區議員都沒有選 還說選特首 那些區議員 他們找些人出來 就養巨嬰 很麻煩 那 Eddie Law就說 激南將一些外國的人變成又蠢又7 他們是這樣的 很傻的 Toracef就是在激南還帶著當年文革的思維去鬥人 他們一向都是這樣的 他們要搞政治鬥爭 炒議題搞政治鬥爭 人多虧人少 他們是這樣的 長期都是這樣的 Namamito就說 不熟書都可以來做法官 英國最高法院的法官有沒有一些地位 他是有地位的 所以他們辭職對香港有沒有影響 我的看法 就是官方的看法 應該先講官方的看法 官方的看法是沒有影響的 先講張舉能法官的看法 因為這個是一定要跟回 一定要講官方的看法才能講我的看法 張舉能法官就說 遺憾 張舉能又說 司法機構自力維護 香港法治受基本法保障的獨立司法制度 所有法官和司法人員 會繼續 緊守司法誓言 奉公守法 以無據無編無私無稀的精神 嚴格根據法律原則 維持司法公義 他強調 這個承諾絕對不會 因為兩名英國現職法官離任 而有所改變 這個 就是中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說的東西 聽聽專家怎麼說 法律界有地位的專家 我本來也想先講我的看法 不過還是想一下也不好了 穩陣一點 穩陣一點 還是先講專家的說法 專家的說法 其實我跟專家的看法也很類似 差不多了 先講專家的說法 好 湯家驊其實就是 在司法界是很有地位的 大律師來說 他收錢從來都是收得最貴的人 排第五名是一定有他的份的 好了 為什麼他這麼厲害呢 當然他比很多自稱大律師的人 很多大律師其實沒有單開的 而湯家驊 掛牌 湯家驊到現在都是很多單開的 很厲害的 這個人 好了 湯家驊 他怎麼說呢 他 就這樣說 就是這兩個辭職的人 第一個就是 Lord Robert Reed 就是這個 韋彥得分爵 以及 Lord Patrick Hodge 就是這個 賀茲爾分爵 這個其實就是英國最高法院的院長 和副院長來的 所以他是英國司法界是有地位的 辭職的那兩個人 不簡單的 你覺得這兩個人都 對了 湯家驊他就說 因為這兩個人 因為他的國家對中國有敵意 所以辭任 就是令人遺憾的 為什麼要說令人遺憾呢 你也要明白一件事 其實 令人遺憾的意思 就是多重的 張舉能就是說令人遺憾 湯家驊 不是他的想 一定要說明 不是拍爛手掌 覺得他們兩個人走是好事 明白嗎 現在拍爛手掌 說是好事的人 其實就不是真的愛國愛港 我只能這樣跟大家說 男人蠢友就是拍爛手掌 以及黃營激友也是 男人蠢友和黃營激友 兩邊都是拍爛手掌 兩樣都是想攬炒的 其實這個現實就是 他們的思維是很高度一致 而他們經過這個訊息 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黃營的共同語言之後 他們的思維其實也是一樣的 我可不可以帶大家看 他們不想香港好的 他們其實是 想香港爛 是想香港爛的 是搞爛香港 他們想 為什麼我都要說 湯家驊說 為什麼要說令人遺憾呢 還有湯家驊有說的 他們的聲明 有說到香港的終審法院 是世界公營店的法院 他們兩個呢 還有就是強調了 堅守法治 就是因為政治壓力 未能夠維持司法獨立 其實是智商矛盾的 其實就是這兩個人 其實湯家驊說話很有邏輯性的 他也沒有直接批評這兩位最高法院院長和副院長 他這段說話裡面也是 沒有直接批評 他說回英國的政治壓力 給他們有壓力 但是他們是自相矛盾的 因為政治壓力在雙方面 就不是真的純粹是 他們的那兩個法官 其實他們也有一些潛台詞 我認為 如果你看回他們的聲明 其實他們根本 覺得這個政治壓力 是來自 不單止是 我粗淺的看法 不單止是 在中國方面 因為他們那兩個人辭職 有人說是中國方面的壓力 幾人判斷就是 但是其實我的看法 就不是單純是這樣 是中國和英國方面 都是有政治壓力 給到最高法院院長和副院長 就是英國最高法院院長和副院長 所以就要辭了 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的職務 但是他們說的話當然是自相矛盾 湯家驊就說 韋彥德和何之義 應該是秉持專業 留下履行的職務 因為 其實是這樣的 如果你堅守法治的話 其實理論上 就不會有政治壓力 無論哪一方都 對不對 正常就應該是這樣的 但是 香港有些人 亦都是搞了一些 很垃圾的東西出來 我的看法就是 把一些本來都不應該是政治議題的東西 變成政治議題 譬如 白衣人 那件事 他真的是暴動 以香港的法律來講真的是暴動 你認為他不是暴動的你可以上訴 對不對 你不應該出來搞一個大大個冤枝 在外國這樣做 你被人告了藐視法庭 其實是 他很幸運的 老實說 他真是死亡命 香港法院沒有動他 你認為法官的權威是受錯的 做這些事情 其實 有很多 就是 那些 他說他希望 偉宴德和何知義的辭任 就不會帶來 漣漪效應 那麼 我也希望不會 如果一次過 有大量的 中審法院非常任法官走的話 其實就很麻煩 影響很大 是啊 其實 就是這樣的 湯家驊就說 個別法官辭任 跟一國兩制 是無關的 一國兩制就是堅實 但是 有人有意圖去破壞 以及損害香港的司法制度 而破壞的人 其實你看得到 現在拍爛手掌的人 我認為已經是搞破壞的 我操錢的看法就是這樣 這些做法是不妥的 香港有些人 現在就是要拍爛手掌要做這些事情 其實不多妥的 那麼當然 方家驊也有說 他說 現在海外非常任法官 就已經足夠了 可以輪替處理案件 相信對審理案件的影響是不大的 那麼他也說可以委任新加坡 以及印度 這些地方的 法官來 擔任海外法官 老實實 就是 說真的 湯家驊有沒有說印度呢 我是懷疑的 就是 我是打一個問號 就是 不好意思 Torasef 我看到你有說 他有說印度 其實 媒體報導 他就有說印度 這個應該你看到的東西 就是在日月神報 但是我很懷疑 湯家驊會不會說印度 因為其實印度 他沒錯 他是普通法的 但是印度 因為普通法 他們 當地 還有其他 古靈精怪的法律 印度 在香港 是不是 他們的法律 在香港 是不是有 可比性 我覺得是沒有可比性的 Ray Wall 說 退休了 法官受政治壓力 應該少一點 我也是這樣看 所以 我自己 認為應該 不會有涟漪效應 朱永生就說 這兩個英國法官走路 黃藍都寬天氣地 其實 這些事情是不值得開心的 我也要說 特區政府 當然 一定會說 不影響 出來一定 不影響 張舉能法官出來說了 表示遺憾 特區政府 我又沒有留意 有沒有什麼聲明 但是我自己相信 如果有人問起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都是會表示遺憾 我的看法就是 表示遺憾這件事 要有高度的一致性 才行 就不可以 像那些黃藍友 拍爛手掌 黃藍友拍爛手掌 其實就是 一起拍爛香港 黃的那些人就說 香港又損失了一個 享譽國際法治的標籤 因為黃藍友是要弄爛香港 藍友就說 先走一兩個太少了 應該全部趕走了 這些黃法官只會包庇黑暴 這些藍友是很膚淺的 其實 但是為什麼有一些 靜棍會說這些話 因為他們 目標就是要找最蠢的人 社會最蠢的人 任由他們擺佈 這是他們的目標 所以我告訴你 香港的難搞就是這樣 Ford White說 香港好像不覺得有印籍法官 印籍律師就有 印籍律師就有很多 其實 你說 在印度那個法制 是信不信得過 老實說 我們自己也有印度朋友 他們也不多信 老實說 他們自己也不多信 真的 他們自己也不多信 印度是不多信 同鄉也不多信 這是事實來的 他們說 信什麼 英國的信不信得過 英國的信得過一點 他們覺得 他們的態度就是這樣 覺得公道一點 林太太今天11點記者招待會相信要回應 其實 林太太我相信她也會說遺憾而已 我覺得 我的看法就是 這件事 林太嚴格來說都處理不了 還有現在是有一個很麻煩的情況 我的看法就是 司法界 他們看這件事是有分歧的 司法界他們的分歧 有一部分當然是源自 政治立場 有一部分 我相信 他們 尤其是大律師公會 他們覺得 被人打壓得很厲害 他們覺得 過去幾年他們被人打壓 有一部分人是有這樣的心態 究竟 之後要怎麼處理呢 這個是很考特區政府的智慧 也很考特首的智慧 如果一個特首他處理香港的事務 完全傾向 藍營那種思維的方式的話 香港是死硬的 但是 現在藍營的聲音就很強 而且 他們 令到在 公務員團隊裏面有一班 坐在中層的人 也是不斷在狂鬧特首的 有人說 公務員團隊有很多黃人搞爛香港 我告訴大家 其實公務員團隊難搞的地方 就不只是 只有黃人 黃人他都簽了名字 最極端的那些都跑了 現在最嚴重的就是 有一班 中層的公務員 他們跟那些藍營的人 走得很近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我告訴大家 匹通就說 黃藍老袋 吳靈光 只會被媒體政棍引導思考 思緒 完全是死角思考 所以 好像難搞的 其實 KaoKao就說 錢禮是印度法官 即是 他是印裔而已 我的看法就是 不是印度 他 不是印度 他是印裔而已 我的理解就是 當然 2019年的時候 不是有人罵錢禮 罵他 是導致香港混亂的 假髮小丑 假髮小丑 真的 嚴格來說 我的看法到現在都是一樣的 我沒有變過的 我們有一條底線 不會罵法官 因為 法官這種制度 在普通法的地方來說 他是一個社會縮影 他們一定是有些人 對某些事的看法 跟你自己是不一樣的 他們 那個 即是 法官人員 他們 是代表了社會不同 跟 看法方法的人 其實是 事實上是這樣的 因為 我自己 看到一件事 香港的人 他覺得法官 每個人看法 都要一模一樣的 其實 原則性的東西 看一模一樣就可以了 有些東西 其實他們自己有一個判斷 是不是 他有一個判斷 就不一樣 Mafis Moon 又說印度籍 是否等於印度曾經 審案工作 現在我告訴大家 那個 海外法官是怎樣的 基本上是外籍人士 現在辭職那兩個人 他們就是 英國最高法院的院長 和副院長 就是這樣 會不會是印度最高法院的院長 在香港那些 做 海外非常有法官 我不知道 這些我不懂的 我只能夠這樣說 但是 你一跟人說印度 在這一方面 連印度人自己也不多信的時候 你是不是真的有一個說服力 我是有問號 其實就是 說一下就可以 說一下就可以 是啊 那 Tank說前 是不是外國血統 外國血統和外國籍是不同的 因為海外常任法官 他們主要就是這樣的 他們在海外做法官的 主要是在海外做法官 那些非常任法官 當然 現實就是 司法界他們會有分歧 其實就是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是在律師會方面 他們就有說 律師會方面 應該是林新強 他就說 我是看過一些資料 但是我現在沒有資料在前面 所以我是憑幾億 他說可以找星馬那些 法官 新加坡 他沒有 海外常任法官 一段時間 那麼 新加坡 OK 那麼我的看法是OK的 就是新加坡是OK的 這一方面就 但是 你覺得新加坡的人是 能不能夠令到其他人信服呢 我就不知道 司機好就說不信外籍法官會維護中國國家安全 所以就有國安法的 常任法官 國安法要指定法官的 跟國安法有關的 沒錯 就是跟國安法有關的案才需要用到指定法官的 你說外籍法官 會不會維護中國國家安全 其實有一件事就是你跟法律去判的 有些事情是 跟法律去判的 是不是 還有你不能以為法庭是可以保障國家安全的 我們經常都說 你不能覺得有條法律就可以保障國家的安全 你保障國家安全有很多東西 是多個層面的 法律只是其中一樣東西 法律只是其中一個工具 你不可以說 那些法官要有責任 保障國家安全 其實每個人都有責任 法官他只能夠 順他在法院要盡的責任 我的看法就是 律師會就說 Toracev就留了言 說說英國最高法院院長 韋彥德 和副院長賀茲 辭任香港中審法院非常任法官 令人 深感遺憾 其實現在個個都是說深感遺憾 拍爛手掌的人 我給大家聽 不要跟拍爛手掌的人去亂拍 那些是社會上最蠢的人 我只能夠這麼說 那麼 會長陳澤銘就說 在司法和法治獨立的討論裡面 香港 司法制度的 不公正和毫無根據的指控 特別是基於偏見和政治動機的指控 根本站不住腳 事實上有些人是不斷在撩香港那些事 我也要說 很多時候 他說 司法制度不公正 和指控其實是哪些人做的 議員就經常有 我告訴大家 議員就有做這些事 司法不公 對 議員KO 經常都做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是基於偏見和政治動機的 所以這些偏見和政治動機 不只是外國勢力做這些事 我告訴你 有些人 在香港 他自己也是這樣做的 他特別是說一些偏見和政治動機出來說 司法不公 或者要 鄭若驊 這個律政司司長下台 很多 根本他是有其他的 我的看法 有其他的目的 才去做這些事 不是吧 林太 表示 原遺憾和失望 還說 兩位卓越法官 隨著英國政府決定 終止多年來一直備受尊重 亦符合香港和英國利益的協議 而辭去終審法院的職務 政府只能夠無奈接受 但是香港必須 堅決反對任何 指兩位法官辭任於香港 實施國安法 和香港的言論自由和政治自由 有關的失實指控 所以 其實 你拍攝爛手掌的人 老實說 我是很討厭那些人 因為他們這班人 是要搞死香港才能安樂的 要搞爛香港的招牌 他們就說自己很愛國 要一國一制 但國家也沒有說要一國一制 你老美 有時真是生氣得不得了 那WAKOBCO社長未講的主題 已經兩個小時了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議題一定要講的 黃藍友他們絕對是高度一致的 搞這個玩爛香港的操作 真是善格得不得了